中共中央台办、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3月30日在武汉会见来大陆访问的马英九一行 宋涛首先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 充分肯定了马英九为发展两岸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 宋涛表示 两岸同胞一家亲要坚持久而共识 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持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马英九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感谢 他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应携手合作 在九二共识既有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永续和平与繁荣 提升两岸中国人福祉 共同振兴中华